你来到重庆坦白 我是说重庆 今天要请让我们香港最好朋友 他是刘安昌刘博士 刘博士好 欧老师好 是我们看到马英九啊 又要出发到中国大陆了 这一次呢 是不太一样的路程啊 是从广州 然后呢往北 要直接到西安 然后再到北京 那么显然呢 这次呢 应该是又有另一次的历史任务了 那么刘老师怎么看马英九 这次的这个中国大陆的访问之行呢 刘老师 是我们在香港呢 因为离广州很近了 特别是广州跟我来说呢 又关系又特别密切 这个马英九的这个路线呢 我们在香港看呢 就觉得他好像是再一次进行北伐 就是广州是那个当年那个黄埔军校北伐的这个首站嘛 叫出发点嘛 那么这个这是第一个意义了 第二个意义呢 就是马英九这回要到中山大学 中山大学呢 那当年孙中山呢 就是搞了两所大学 那么现在到今年为止 刚好都是一百年 一所呢 文就是松山大学 一所呢 武就是黄埔军校 那么刚才讲到了 这个黄埔军校 当时北伐的东征 北伐军 去从广州出发 所以呢 马英九这次到广州呢 其实如果他选这个呢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也考虑到这个历史的这个重合点 刚好这个是一个一百年 那么但是现在呢就没有听说这个马英九要到黄埔军校 只是到中山这个大学 那么可能是否马英九要考虑到他这次去呢 最主要是希望缓和两岸的紧张局势 传递一些和平的信息 所以呢 就不方便到军校 反而就到这个中山大学 那么而且呢 他这次也带了一些台湾的青年学生 愉快到中山大学去交流 这个呢 我想这个在这方面呢 马英九恐怕也有这方面的考虑 那么但是呢 我们也觉得现在马英九 他这次到大陆去 到底能够在台湾能够引起多少反响呢 那么我们相信在大陆 甚至在香港 如果他能够到香港来走一转 那也是很好的适应 因为香港毕竟是他的出生地 但是看起来这次行程没有 那么但是呢 在台湾我们相信 恐怕这个反应呢 就会两极 那么还是要请教这个欧老师 我们看到二月十四号啊 一直到三月中旬啊 才有一个金门撞传事件啊 而且管闭林呢一直把这个问题呢 弄得是非常的僵 那么现在马英九呢 如果呢第一站呢到了广州 而且接下来到西安去啊 是不是渴望呢 可以把原来的僵局呢 把它做一些调整 或者是两岸呢 因为他的这个出访呢 就有了一个荣兵之旅呢 刘老师 我觉得呢这个很关键的问题 就是赖清德会不会有所托付给马英九 那么我觉得这个可能性呢 可能是只占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一左右吧 这个可能性看来是很低很低的 因为啊 这个赖清德 他因为很快 520他就要就职了 他就职也说啊 这个啊到底要讲什么啊 如何去缓和两岸的关系 那么赖清德其实现在呢 也面临一个比较复杂的局面 既有这个大小姐和管碧琳 他们给他挖坑 另外呢 又有美国在施压压力 同时呢 台湾的内政呢 也有很复杂的局面 现在要加电费 一加加了百分之十 这个幅度是相当之大的 所以我们在香港看 赖清德现在头的大 他有这个胸怀 还会有这个魄力 让马英九带一些口信吗 我们是怀疑的 是 那我们看到啊 马英九呢 除了广州以外 下一站呢 就是到西安去啊 那么您认为他到西安呢 会不会去看这个逼马雍 或者是参观 许多从周代 一直到唐代的 许多的重要遗址呢 又有哪些遗址 他应该真的会去 或者哪些遗址呢 他可能会反而选择 跳过去呢 您的看法 在西安那边呢 恐怕他会参加一个 这个皇帝 这个这样的一个 自细的典礼的活动吧 因为这个活动呢 每年都搞的 过去在那个疫情期间呢 就可能有所这个 缓和停了下来 那么这次呢 我相信马英九可能 赶到这个四月份 可能跟刚好呢 他也赶到这个时机 那么这一次马英九 这个大陆行很明显 就凸显了 马英九他自己的 这个大一统的 这样的一个胸怀 这样的一个 这个观念 这样的理念 这个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是不是 马英九的行动 会对台湾的 现在当时 现在的民意 会产生影响呢 其实我们都是 关注的 是 那我们知道啊 过去到北京啊 譬如说李瑶 在北大也有发表演讲 或者是当时候的 这个连战 来自于啊 是宋楚瑜呢 在北大呢 都有过他们的脚印 那这次马英九到北大 你认为他也一样 会发表演讲 而且会留下 非常多重要的 对谈的 与学生互动的 歉影 为了记录吗 您在看吧 我觉得呢 马英九 现在恐怕有点晚了 因为当初呢 连战去北大演讲的时候 刚好这个是破冰之旅 而且呢 和当时的 这个 达成了这个 国共的五项共识 就奠定了这个 共同合作的一个新的基础 有些人就把它这个 比喻为第三次的国共合作 那么到底这个 恰不恰当呢 这个学术界呢 也是有争议的 那不管怎么样呢 这次连战的破冰之旅员 为马英九 最后2008年 夺到大位 肯定是一个 很重要的铺垫 那么现在问题是 马英九已经下来了 现在整个台湾的势头 蓝营不断在萎缩 马英九 他自己在国民党里边 甚至在朱立伦的眼里 也不待见 所以呢 他此行到底能产生多大作用呢 我们这次打了很多的问号 是 马英九到底这次的行动啊 可以产生多大的这个 荣兵效益呢 真的是大家只能拭目以待了 因为呢 国民党和民进党啊 恐怕呢 都有人在后头扯后腿 但愿啦 马英九能够欺开得胜 而且呢 能够融兵成功 谢谢刘老师 一级蓝铁皮 感谢刘老师 谢谢欧老师 他这就贯小 derecho 我一定会个人 我一定会解敗 我谢谢你 我可以解释 你 我再很快